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粗鲁没礼貌 说话自然口无遮拦 你善良又温和 说话肯定要体贴周到 你计较心言小 说话必然会夹枪带棒 言为心生 语为人静 语言就像镜子一样 表达着一个人的内心 嘴上的修养 其实就是内心的修养 嘴是家庭的风水 家庭是一个温暖的港湾 前提是不要有太多的打击 对于孩子来说 责骂不能带来成长 只能带来伤痕 对于亲人来说 你的无心之言会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 经常被打击的孩子没有自信 他们敏感自卑 而经常被表扬的孩子 会在家长的激励下一点点成长 孰子识过 不如讲子一诚 多鼓励孩子才是最正确的教育方式 在心理学中 有一个词语叫 皮革玛丽翁效应 赞美 信任和期待 具有一种能量 它能改变人的行为 蔡根坛里讲 家人有过 不宜暴怒 不宜轻气 此事难言 借他事迎讽之 今日不悟 其来日再景之 如春风解冻 如和气消冰 才是家庭的刑犯 家人有了过错 不要发火 不要一味指责 要像温暖的春风化解大地的冻土 暖和的气候是冰消融一样 这才是处理家庭琐事的典范 多夸赞自家孩子 多对家人表达善意 才是家庭兴旺的秘诀 嘴是事业的风水 卡内基说 一个人的成功只有15% 是依靠专业技能 而85%却要靠人际交往 与沟通的能力 一个人事业发展的好坏 除了看行动 还要看他的嘴 黄渤是娱乐圈里出了名的高情商 他刚爆红的时候 有记者曾挑衅他问 像你这样长得不好看的演员也能成功 是不是有什么秘诀 他回答说 这说明观众审美提高了 以前只看皮儿 现在会看馅儿了 这句话承认了自己不好看 让对方有台阶下 夸赞了观众审美力的提高 还顺便说自己有馅儿 其实就是有实力 一句话捧三方 巧妙化解挑衅 真的很厉害 一个人会说话 总是可以不让对方尴尬 自己也能有台阶下 所以如今黄渤走到哪里 人们都愿意跟他合作 嘴是一个人最高的情商 最近奔跑吧 请来了爱情公寓的主演 导演组安排陈赫 和他们分成两队比赛 陈赫表示 手心手背都是肉 自己很为难 结果李晨特耿直地 说了这么一句话 这是你最重要的两个资源 是吧 这句话把大家和谐的气氛 一下子变成了赤裸裸的利益关系 场面马上变得很尴尬 邓家家马上在旁边补了一句 是最重要的两个家庭 就换了两个字 给人的感觉 马上就不一样了 不得不佩服邓家家的情商 在2017年6月的上海电影节上 冯小刚说 中国怎么会有这么多垃圾电影 还不是因为有那么多垃圾观众 你不去捧场 就没这东西 一句话招惹了无数的骂声 如今有难 八方点赞 嘴是一个人最高的情商 说话太直接 不考虑对方的感受 会破坏人际关系 等身边的朋友都被气跑了 再后悔就晚了 战争与和平里有一句名言 或从口出 我的嘴巴是我的敌人 不该说的话不要说 该说的话谨慎说 这是一个人的口德 也是一个人的风水 好了 今天的文字就和你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的话 欢迎你在文末 为我们点个赞看 明天的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各位晚安 好梦 请不吝点赞看